好 那刚刚助教有跟我说就是下礼拜的课堂报告 就原本我们排定每周都有两组 那下礼拜就会一组而已 那下下礼拜就会一组 那所以这边还是可以看同学 因为大家应该在场的大家都已经认理 至少一个课堂报告基础 那看有没有要认理第二个 那认理第二个西方林的报告品质 只要还不会太惨的话 希望你就可以拿到所有课堂报告的分数 那所以就是鼓励大家看 有没有人要认理下个礼拜 下礼拜做一组 然后下下礼拜做一组 那如果有意愿要做报告一次的 可以等一下跟那个助教登记 那如果你报告两次 就可以拿满课堂报告的分数 就是鼓励大家可以认理 没认理也没关系 就是不想过 看大家看大家的方便 因为你分数拿到时候 接下来如果要缺课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或者也不容易压力那么大 就是一定要问很多问题 去拿到分数 鼓励大家可以去认领这个报告 因为只有15分钟而已 15分钟的报告有可能 好那就是等一下 如果下课大家有要认领 再跟助教讨论 好那包括在线上 我不知道线上现在有没有学生 不过就是说 如果有要认领的可以跟助教 包括快点在群组 或者是跟助教登记 然后我们有一个line的群组 如果在现场还有没有人加入的 也可以等一下把助教加入那个line群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 我们用剩余的时间 我们要讲一点点这个电磁波的主要的一些概念 那为什么要大概知道一下电磁波概念 原因是因为你今天在做雷达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无线电的系统 那无线电的系统 它就是用电磁波在做传递 那用电磁波传递 你总要了解一些电磁波的一些基本的特性 那当然我现在这边可能有一些是电波组的专家 你们可能比我还更熟悉 但是在场的普遍的大家 我们就知道有一些物理现象 然后有一些专有名词 至少你碰过你听过 那以至于就是说 我会让你说之后有人问你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那至少你有一个概念可以去知道 有电磁波的一些基本原理的这些事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磁波的基本的特性 那电磁波基本的特性它其实就是跟这个电场跟磁场的关系 那我在想我这边可能没办法解释太清楚的定义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至少需要希望大家知道 就是说我现在知道的东西 希望大家也可以知道这回事 那电磁波主要就是跟电场跟磁场的关系 以及就是它会考虑一个波的传递的方向 所以你有电场跟磁场 基本上它就会做一个 它就有一个 然后你给定一个 它的这个载波频率 它就基本上就会做一个震动 然后在波的 波的这个行进方向上面 它会有一个这样子 如果你去看wikipedia 它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来回的这样子的震动 那就是电场跟磁场它是垂直的 那波在这个行进方向 所这样子的周期性的出现 它这个东西就叫做波场 它的peak到peak之间 它就是在波的行进方向上面 它这个东西就叫做波场 所以我们会常常听到波场这件事情 那大家记得就是你听到波场这件事情 是不是常常又听到 跟光速跟载波频率有关系 就是光速等于载波频率乘量波场 那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说 光速是定值嘛 因为它是3乘10的8次方 一般我们都会直接定它是3乘10的8次方 因为它跟光在 光在那个什么 光在那个真空中传递的 传递的速度是299多少多少 我忘记 但是它就趋近于3乘10的8次方 那为什么我们电磁波 电磁波传递的速度 也通常会用光速 原因是因为 如果是电磁波在 一般的空气中做传递的话 它也的确就是说 是趋近于3乘10的8次方 但是光在真空中的传递 是299多少多少 其实是趋近于3乘10的8次方 那这个东西是光速的定值 那carrier frequency 就跟你这张图所看到的 这个震荡的速度有关系 这震荡的频率 够快有关系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carrier frequency 那还有一个浪塔 浪塔就是这个波在传递中 它的peak到peak之间 它的重复的这个波场 然后电场跟磁场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构成了一个 电磁波传递的 这样子的图解的解说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第五式 就是它指的就是说 我们有XY嘛 X代表是磁场 Y代表是电场 那它有一个电磁波在传递 它传递方向是沿着这个Z轴 做传递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如果大家去复习 那个Maxwell方程式之类的 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 你就会看到说 它的这个电场的这个amperitude 它可以变成是这个第五式 那第五式 这里面有一些式子 就cos这个东西 大家应该是熟悉的 那这个ap呢 它指的是说这个peak之间 它指的是这个peak之间 peak的amperitude 那这个k这几个数值 就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从 Maxwell方程式来的 这个整个电磁波 跟电磁波有关的一个主要的式子 那这边的里面的物理意义是需要 我们是需要知道 因为我这边有列出来的物理意义 都是我们在后续做这个相关的 相关阵列的DSP 的讯号处理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一些字眼 那ap指的就是说 它这个波的传递的这个peak 到peak的这个amperitude 那这个k指的叫做 k叫做波数 grip number 波数的意思 那这个大写k呢 它定义是二拍出于浪场 二拍出于浪场 你可以想象说它就是一个 它单位其实就是 radium跟 meter per meter 那这个浪场就是波场 就是大家常听到这个波场 那波场指的就是说 波在传递的方向上的这个周期 周期的长度 比如peak to peak的周期的长度 那波场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想到 跟光速的关系 那这个东西就是fc越大 浪场就越小 也就是它震荡的越快的话 它这个周期就 波的这个peak跟peak之间的周期就越短 那这个东西大写k这个会叫做波数 那小写的omega呢 小写omega在这边呢 它定义其实是 因为我们用radium就表示 它是二拍fc 那fc就是我刚刚这边写的这个fc 它指的就是你的载波频率 那因为我们这边用omega来表示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叫做carrier angular frequency 它单位是radium 那这个fc呢 它单位是hast 它指的是carrier frequency 那这carrier frequency呢 就跟你今天要用 比如说你今天考虑在几g的频段有关系 就是你的承载 你要用几g的频段 比如说你几g的频段去承载你的电池波 这个carrier frequency 就是它的载波的频率 那载波频率跟光速这几件事 它有波场这些相对应的关系 希望大家知道 那最后有一个filing filing指的是它的initual phase 就是说它今天它这个波 开始做 这个电厂时长开始在做这样子 垂直交换的这样子的震荡的时候 它的这个起始点在哪里 就跟这个filing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 电池波的这个基本原理 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五试 第五试这个词来看 那请大家记得就是说有这个所谓的phase phase跟你的起始点有关系 那k跟这个波数web number web number有关系 那web number这件事情 大家之后如果再看binformin 或者是一些电池来向波 到天线阵列的一些探讨的时候 你就会常常看到web number的这个词 那波场应该大家会常常一直看到 好尤其是因为波场就直接跟光速跟 跟这个频率有关系 那但是呢fc这个大家要记得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有加二拍 我把它叫做是angular frequency 就是单位是radian 那如果你单看了fc的话 它单位是hz 它就是carrier frequency 那这个是电池波基本的formulation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名词 那这些名词也是都刚刚讲过了 就是我们再深入来看就是web length它的定义 那我就试着就是把刚刚所讲的这个描述 把它用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把它论文字写出来 它是在空间中的一个周期 那它就是有对它周期什么 就是它这个电池波periodic 它周期性的波的这个空间上的周期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成它就是说 它就是两个peak之间 要repeat下一个peak之间 这中间最短的距离 也就是像是peak to peak之间的这个 最短的这个距离 那就是在这边这个点到这个点 所以它是空间中的一个周期的长度 那这是web length 那如果对于这个电池波的这个式子 你来看就是说对于这个式子 如果你把这个t 你令这个时间的这个小写t 它是constant的话 我们就纯粹来看这个波所传递的方向这个z 因为z是上图的这一种 波的传递的方向 那从这边来看 我们就只看这个截面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y轴它是电场 然后z指的是propagation direction 那它是以光速7来做这个传递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从这张图你就会更清楚看到说 web length 其实就是它 这个peak to peak的这个一个周期的长度 那这样子的传递 如果我今天电厂的这个波的传递 是沿着这样子去做传送的话 希望它就是一个linear的propagation wave 它是一个线性的propagation wave 那因为这个当然是以降接期间 它是一个最简单单纯的 就是它只有在一个维度上 这样子立业的去做传递 那当然实际上的这个propagation 这个激化波的激化方向 是可以做设计的 那也可以在 也可以比如说像待会大家可能会看到 它可能有些像是circular的propagation 或者是说像是这张图上面所写的 如果你是沿着蓝色的这边 它是vertical polarization 然后红色的这边 它是represental polarization 就是一个是沿着电厂的这个维度 一个是沿着磁场的这个维度 那有一个大家记得 就是说光速跟propagation 跟波长有关系 就是c等于fc乘浪达 所以光速是定值 通常我们会定它是三乘十的八次方 然后我下面这个角度有写到 就是说如果是光在真空中的传递 它是299792458 每秒几公尺 每秒2997 92458公尺 但是呢 三乘十的八次方为什么那么好用 原因是因为电子波在空气中传递的 就是近似于这个三乘十的八次方 那所以这个光速通常是定值 然后我们会从这个 你现在所使用的载波频率 进得去反推说你现在的波长是多少 所以载波频率越大 你的波长就越小 那波长越小指的就是说这一段 在波的传递的这个周期 它就越小 波的传递的周期就越小 好那这个是一个专用名词 那所以刚刚讲了这个光速跟波长跟载波频率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载波频率 那载波频率我们在这边给它一个定义 它其实就是Web的frequency 那它指的其实就是说在一秒里面呢 它这个电磁波传递了几个cycle 几个cycle 那所以呢 它其实就是说这个载波频率 它其实就是你这个 它的传递的周期的这个导数 这个FC等于基0分之1 就是它几个cycle 那它的cycle的这个period是T0 那如果说你今天对于这个电磁波的这个式子呢 你把这个Z把它hold住 就是我们先不要看波传递的方向 我们直接来看T的变化 那我们就把 如果你是这样子看的话呢 我们就有下面的这张图 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伏特别 这个body图 然后它会有一个sine wave的震大 那这个pig to peak之间 它指的就是说这个period是T0 因为它现在这一种是时间 你现在是把Z固定了 现在只看时间的这个维度 时间变化的维度 那它也是一个悬波的概念 那它这个悬波之间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周期就是用T0来表示 那它的起始点呢 这个就是对应到这个式子里面的initial phase 就是这个filing 所以我们 这个filing其实是跟时间差有关系的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 相控阵列雷达叫face facearray radar 这个face 其实当你看到face这个字眼的时候 face它是在负数的表示上面 比如说你点AX A5 这一项我们把它就说是face 那这一项呢 尤其在相控阵列的这个 的表述里面呢 它其实就是会对应到 时间差的概念 时间差的概念 那时间差的概念 你可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它的initial phase多少 就代表说它这个电磁波 如果在时间轴上面 它是从哪一个时间点才开始穿的 所以face有这个 实际的时间差 跟time delay有关系 time delay有关系 跟时间差有关系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在讲说initial phase 它通常是一个任意的词 原因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你真的电磁波发出去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它对于那个零电值在哪里 你今天电磁波发出去的时候 它你整个 控制的是相对关系吧 你没有所谓的零电 因为你在电路系统里面 它其实没有所谓的零电 就是说我今天说它 叫它发就发 可是我叫它发送的时候 它可能还是有一些delay 或延时在那边 所以就是说 今天这个initial phase face就是跟你波能发射的这个时间的 尤其是这个initial phase 就是跟这个起始点有关系 所以请大家就是说想到这个phase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说 现在在讲相控阵列的时候 这个phase的差距就是 或phase的调整 其实我往往就是在背后原因在讲 就是这个 跟时间差的调整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东西在我们第一堂课 讲那个 包括刚刚学长也有报告过这个 波的这个传递 哪跟天线的波的传递先传 哪跟后传 这些时间差就构成了所谓的相控阵列 然后或者是你看到这个phase-shooter 它其实就是在调整这些 每个天线它所要辅射出去的时间差 那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phase 今天讲到phase 你就要想到跟时间差是有关系的 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边所有使用的频段 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学到就是知道说 光速它等于 carrier frequency fc 成长浪差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光速是固定的嘛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 对于雷达系统里面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频段 啊什么样的频段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mc 越大让它就越小 所以我在这张图里面 我把频段的名称先列出来 然后呢 我把你所使用的载波频率 承载这个无线电电磁波的这个频率 我把它列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载波频率如果越大的话 它的这个wave length 它就会越小 它的web length 就会越小 你看这边一开始是 以公尺为单位 到处是以公分为单位 那就是fc 跟lump 是成反比的概念 好那这边我来大概看一下就是说 在雷达所使用的频率 它主要 现今在市场所使用的雷达 基本上它是落在 3MHz到300GHz 都有对应的雷达的产品 所以主要现在雷达的工作频段 就是会落在这个fc 等于3MHz到300GHz之间 那当然不会有一台雷达 它可以cover那么大的频段的范围 通常一台雷达就是 一台雷达通常就是 它可能只会设计是一个频段 只支援一种频段 或两三种 或甚至四种频段 这样子 因为像比如像军用的雷达 它可能不是一台雷达 它可以选择在哪一个频段上面做少的 以避免就是被敌方的追踪 这东西是可以做设计的 那当然就是说 你一台雷达可以支援越多频段 你可想而知 你那个背后所要支援那些 不同频段的电子元件的种类 就要越多 那这当然就是成本的问题 不过没问题 我们就是先看一下就是说 在各个频段上面 它大概雷达会用什么样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先看到 这个所谓的低频段的部分 像这个最低的频段 低频段的雷达 你看像它的Caribrain 大概只在3MHz到300MHz之间 那它的波长就是从 因为这边是3到30MHz 所以这个波长是100到10MHz 100到10公尺 那通常这种低频段的雷达 它主要就会用在那个 上学期其实有同学讨论过 就是用在那种 比如说你地震之后 有人可能埋在地底下 被建筑埋在地底下 用那种做那种地底下面 那种碳收的那种雷达 那它通常都会用这种低频段的 那其实因为低频段它有比较好的穿透力 它可以穿透那个 比如说你被瓦力堆堆起来的那种 比如说倒掉的建筑物 或者是穿过地面的表绳之类的 或者说就是很长距离的那种侦射雷达 over horizontal的这种 这种很长距离就是跨海岸线这种 这种非常长距离的建筑雷达 它可能就会用这种比较低频的雷达 低频的雷达它的这个 Waveless就非常的长 好那我们就快速的看过去 那像这个300到300mhub的这个频段 叫做Vhf 然后全米是very high frequency 那它波长是10到1米 10公尺到1米 那它主要主要就是说 它可以去穿透一些树叶 比较有比较好的穿透力 那它可以做一些长距离的这个search 好那依据来看 那进展到这个ultra high frequency 300mhz到100 到1GHz 它的波长是1米到30公分 那它一样也是用于这种就是像是 如果有树叶要穿透树叶 或者说就是成那种 比较长距离的那种 征收的雷达 或长距离的那种飞弹的 防御的雷达它会用不到 那接下来就到L-band L-band就开始是以 GGHz为单位的carrier frequency 它是若在1到2GHz之间 那它波长就是在30到15公升之间 那这类的雷达 就会用在像是一些武器定位的雷达 或一些空中管制的 那个Airtrapping的这种控制的雷达 或一些长距离的征收雷达都会用到 好那接下来就到S-band雷达 S-band雷达就开始比较有 可能大家在军用上有比较常常看到 包括一些像是军方上的战舰 或海上的战舰 他们也常常会用S-band的雷达 那S-band的雷达它的carrier frequency 会落在2到4GHz之间 那它的波长会落在15到7.5公分之间 那它大概就像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海上的这个雷达会用不到 或者像是武器定位 或者是一些空气 就侦测天气的雷达它也会用不到 天气又 侦测气候的雷达好像大概是L-band S-band L-band也会用不到 好那 这边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边要特别强调carrier frequency 跟WebLens的关系 因为呢 通常我们在做天线阵列设计的时候 它天线之间的间距 我们今天天线的间距 常常都是选用是2分之浪弹 2分之波长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的天线速度越来越多 你要把它摆在一个越小的 越小的越小的面积里面的话 那你就你的carrier frequency 跟你的波长的关系 就跟你要设计的像风声内部的关系 所以你看哦 如果说你今天是做S-band的雷达的话 你是用3G 3GHz 那你这边就是对应到10公分 那你如果对应到10公分呢 你的天线间距就变成多少 就是2的0.1 因为这个浪弹一般我们是单位是公尺 那所以这样就是0.05公尺 也就是说你这样是5公分 也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你是用3GHz的操作频段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设计的这个向风阵列呢 它的天线之间的间距是5公分 那你就可以想想看 那你在给定的一个平面上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台装甲车 你今天装甲车要做一个相控阵列列导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 看影片的时候有看到那个装甲车 比如说你今天一台装甲车上 你要装一个平面的相控阵列列列导 那它maybe它是40公分乘40公分 或者是你说45公分 加5公分 这样子有个bubber 那你看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设计怎么样的天线 你可能就是这边有8个天线 这边有8个天线 你就变成你的天线是8乘8等64个 你可以存在在一个45公分乘45公分的平面上面 然后这45公分乘45公分 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装甲车的四周 贴在你装甲车的四周 所以呢 今天你先说用什么频段的雷达 你其实你要考虑的是说 它这个频段呢 它对应的波的传递的特性是什么 这是一回事 因为我通常都知道说你的波的这个使用的频段越高 你随着距离衰减的衰减的量会越大 那波的这个你所使用的carry reference 它又跟波厂有关系 那这个波厂又往往又跟你的天线的摆放的设计有关系 那你天线摆放的设计就往往跟你实际产品应用上 你能够承载多大的像公正列雷达有关系 所以这几个视频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 使用什么频段 然后使用什么频段大或小跟波厂的关系 以及大气衰减的关系 以及它常常会使用在什么类型的雷达上面 那波的长短又跟你常用的这个天线之间的间距 通常是会令它是二分之浪塔 所以这个是标准 当然现在也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 天线之间的间距可以大于二分之浪塔 或者怎么样的一些non-uniform的设计 那这个我们先不深入去讲这些的话 至少你default by default 预设上你的天线之间的间距至少要是二分之浪塔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从二分之浪塔初步比如去推幅说 你今天相抗正列雷达你可以做多大 那这多大的面积里面 你可以有几分的天线 那这些东西都跟你看 你怎么去看一个相抗正列雷达的规律会有关系 那这边就希望大家知道 好那下一页头影片这边就比较快 我们就讲往这一页头一遍 就是大家刚刚看到了S-band 我们刚刚看到L-band S-band 那接下来就往更高比去看 接下来就是C-band X-band 俗称X-band 然后KU-band K-band KA-band V W N-Wav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C-band就是更高 它从4GHz到8GHz 那波长对应如此 那以此类的这边我们就不细讲 那X-band雷达就是这个X-band雷达 好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今天去中间只10GHz的话 它应该是刚好是3公分 3公分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Antenna的Space 那分之浪差是1.5公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看从刚刚我们所介绍的5公分 到走到X-band 它已经天线天距已经可以从5公分缩短到变成只剩1.5公分 那依此类的推 那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几公分的波长数讲完 你看走到MN-Wave的时候 它已经是下一个level了 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 就是说像有些比如说生用的雷达 或一些那个什么 智慧家里用的雷达 它可能真正去里用太远 但是它device要很小 所以它雷达也要很小 所以常常就是说最近可能大家 你们也会上网的时候 像有一些做车用雷达的厂商 或做一些生意用的雷达的厂商 他们就是用这个所谓的MN-Wave 他们就是叫做MN-Wave雷达 它使用的就是这种高频段的 然后它的波长可以比较小 也就是它天线间距更比较小 天线间距比较小代表什么 就是你可以坐在一些智慧家庭上面 比如说CAMERA上面 或者车用雷达其实也是要很小 就是在车用PB上面就是尾端一块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从这边你已经可以看到出 跟上一页的这个频段比起来 这一页使用更高的频段 它的波长就越小 所以它的天线间距可以越小 然后甚至到MN-Wave 它可以更小 那这边就以此类推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要有一个common sense 知道的就是说 你今天随着你的频段越高 通常你的整个 在空间中扫描的解析度 可以越精细 所以像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雷达要怎么做成像 往往不需要能够做成像的雷达 通常我的理解是 至少通常都是X-band以上 就是X-band以上的雷达 因为你随着你的载波频率越高 它在空间中的解析度可以越精细 那这样子的话 你解析度越精细 你才可以描绘出一个物体的轮廓 因为你才可以扫描到这个 你电磁波照到这个物体的时候 你才可以扫描到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那个轮廓点上面 你才可以把这个轮廓描出来 所以像刚刚有同学问说 像是要做成像 或者像合成空气雷达 它也是在太空中的卫星上面 用那个 用那个电磁波原理去向下面攀照 然后电磁波反射回来 进而做地表或者是这个空气 然后抱歉就是天气候凌晨的这些的成像 所以要用电磁波的成像 通常他们的频率选择都会是比较高 那我的理解是至少都会是X-band以上的等级 那这边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像这个 我们看到它的功能性 就X-band这边你会看到说 它有一些ground mapping 或者说一些你要解析度很细 就会做到一些细微的活扣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在第一堂课讲 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飞弹 你快要炸到目标屋之前 它会再开启一个火控雷达 做一个更细致 更finer的一个掃描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像这种火控雷达 或者在飞弹弹头的前面这种 所谓的循标头的这种雷达 基本上它都会使用比较高频段的 因为它为什么要高频段 因为就是要让解析度更精细 更finer 我的finer是 我怕我的英文大家听不懂 finer是这样 finer 更精细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 以此类推 所以到以此类推推推推推推到 像你看在这边 像是40GHz到70GHz 到70几GHz这边 或75GHz的频段 包括像是现在常见的车用雷达 也大概都落在70几GHz左右的频段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对车用雷达做一些报告 或你有些朋友在车用雷达的厂商 你可能都会看到 他们大概都在做70GHz左右的车用雷达 那进一步就是像是MMWave 那我这边MMWave的定义是在100GHz以上 那这个东西的定义其实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是定义在30到300GHz就统称叫做MMWave 那像是通讯系统里面好像也是在30GHz左右 还有28GHz左右 就是定义叫做MMWave的频段 那这东西是定义会有些 有些稍微不同 只是说在我这边准备雷达教材的时候 我是以75GHz到110GHz 还是算W-band 那MMWave-band的话 我是定义在100GHz以上 那所以尤其是MMWave这边 你要知道说像车用雷达或生意用的辨识雷达 它其实也都是在这种 常常是在这种所谓的高频段的时候去做使用 那这边这些频段的关系 其实这些东西都蛮基本的 甚至也不是雷达的基本概念 其实就是只要你是做无线电的 跟radio的关系的基本概念 这些希望大家都有 那它对应的雷达产品的使用的目的 在我们右边这边有做一些初步的整理 那成像的话需要更精细的解析度 那像是车用雷达或是声音变试用雷达 它解析度势必也是要很精细 所以它的频段就会一直向上发展 对,然后向上发展 频段越高 虽然也有它的好处 但是大家可想而知 就是说它所需要的电子电路有件 的成本也会越高 所以它这边其实都是有一些 全用的对价关系的 那就透过这两张表 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 雷达工作频段 它弱在3MHz到300GHz之间 那大概约分成哪几个频段 特别对应的功能是什么 那希望大家想到的是说 也跟雷达的天线间距有关系 跟雷达实际的大小会有关系 好,那这边就带给大家以上的概念 那我们今天课就先讲到这边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 那如果有要认领 下次的这个课堂报告 可以跟助教联络 好,那就这样 下次跟下下次都可以跟你 还有一次 因为下次跟下下次都只有一组 那就先这样子 大家再见,拜拜